我先問一下經濟部 這個是你們的主管的這個法案 那我先問一下 我今天問的問題很簡單 經濟部你們現在所管理的這些業者 近三年來 就是電壺爐煉鋼製成所產生的這個爐渣 跟事業廢棄物 它產生出來的這些 這些就是廢棄物跟這個可以再利用的這些爐渣 總共它的總量有多少 跟委員報告 就電壺爐的部分 大概是不到150萬公噸每年 147萬公噸的樣子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不到150萬公噸 好 那可以再利用跟不可以再利用的部分 它的數量 絕大部分我們是希望可以再利用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次能夠加上業者 他能夠自主管理 必須要再達到一定的安定的這個 就是膨脹係數在一定的這個程度之內 或者說這個業者進行安定化措施 可以達到標準才可以再利用 所以現在 它現在產出了這些就是爐渣跟這個廢棄物 你都希望說它都是可以再利用 所以沒有這種不可再利用的這個產生有毒的部分 必須要符合我們這個膨脹係數的標準 那現在跟委員報告 目前採取的方法是希望說 第一個業者要自律 所謂自律就是說他每個月 基本上每個月 有不同的 環圓灘跟氧化灘我們不同規定 但基本上我們希望他每個月都去做檢測 自己去做檢測 檢測之前呢 要先通知經濟部 要通知地方環保單位 然後由第三公證單位去進行檢測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我們希望說 由外部來做這個積合管理 也就跟委員報告 我們希望說它是由 經由這個標準 標準法認證的第三公證單位 踏府公證第三單位去做進行檢測 那第三個 那我們做什麼事呢 我們就去抽查 我們去抽查 看看他有沒有落實這樣的一個 三級管理的這個方式 所以我們基本上希望透過這三種方法 讓業者他所產出的這個盧測 必須要達到我們要求的標準 才可以進行再利用 是好 那所以現在跟過去 他這個產出來的盧測 都沒有那一種就是 不能再送去再利用的這個部分嗎 跟委員報告 如果達不到標準就不能夠再利用 對 那有這樣的數量嗎 目前還沒有這樣的 所以都是可以再利用 所以環保署這邊都 都不會需要去做任何的介入就對了 我們會要求說 跟委員報我們現在修正後的這個做法 我們會除了剛才跟委員報告的這個方式之外 我們也希望所有產出 就是委員最關心的是產出的這些事業 他必須針對他所有的這些 剛剛委員所說明的這些 這個產出的盧渣 他必須要做他完整的處置報告 也就是說他要跟我們說明說 他假設A工廠 他產出了100萬公噸的這個盧渣 他要跟我們講說 這個美劑要跟我們講說 他這一百萬公噸 他的流向是去哪邊 那這裡面他如果完全要去再利用 他就要跟我們講說 這裡面全部的盧渣 全部都符合我們剛講要求的 這個國家要求的這個 膨脹性的這個係數的規定 OK好 所以他還是有可能他申報的部分 他有一部分去了可再利用 那也有部分 他是當作廢棄物把它處理掉 也是有這樣可能是嗎 有可能 他如果達不到標準 我們絕對不會讓他再利用 好但是這部分現在依靠的是 自主管理跟你們的抽查的機制 沒有錯 好那其實我看你們這個修正法條 看起來就是好像有做管理 那也有一直在調整說 希望更積極一點 但是以你說的就是 自主管理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當然會有一點擔心 因為當然我們都希望說 廠商他很就是很自主 那也都很就是沒有做任何的 這個資料上面的一個造假 或者是說他都非常的一個 清楚去做這樣的資料的交代 但是還是我們會很擔心 因為其實從之前到現在 一直不斷不斷不斷的產生 這些廢棄物爐渣 或是底渣等等的 的一個隨意傾倒的一個案例 所以其實我一直認為說 如果只是用自主的管理 其實沒有辦法減低 我們民間的一個疑慮 所以我這部分我是覺得說 如果自主的管理這部分 如果沒有辦法減低 民間的疑慮的話 那是不是經濟部這邊要再思考一下 怎麼樣的一個管理方式 是會更有效的 而且更不會出現問題的 好那我要問一下 那如果環保署 如果說現在我們的這個爐渣的 一些這個產生後來這個業者 他如果有這個是 就是變成廢棄物他沒有辦法再利用的部分 環保署這邊是怎麼樣進行處理 跟委員報告就是 基本上我們剛剛有報告 我們有要求他要有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所以如果說他在他真正再利用的過程 他產生一些不可再利用的 那他必須要在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裡面 清楚交代他這些他的去處 他到底到什麼地方去做處理 那基本上剛剛公務局所報告的就是說 他其實有一些所謂不能再利用 也許他是還沒有達到那個產品的標準 他可以去做適當的處理 像剛剛講的所謂安定化 他原來產出的時候是不能直接再利用的 那經過安定化符合他產品的品質標準之後 他就可以再利用 所以如果說他不合 他也許他可以再去做處理 那最後真正不行了他才會排出來 OK 因為其實在這個經濟部的管理辦法裡面的第三條第三項 他有講到說 如果說這個他這個爐渣的這個產出 他是有污染的可能性的時候 經濟部是可以暫停他的一個再利用 那如果他是真的在這個程序上面 他已經就是不符合經濟部的標準的時候 那環保署是怎麼去接手 你們中間的那個數字啊 有沒有辦法去銜接 就是譬如他坦升了100公噸 然後他突然發現有20公噸 然後他是必須當成廢棄物去清理的這時候 那你們之間的就是環保署跟經濟部這邊的一個數字 是有辦法去讓他變成 就是可以總和加起來是一致的嗎 當然這個就變成是一定要靠後面的勾基跟查核 對 那有在做嗎 我們有在做 那有確實嗎 就如剛好我們主席所說的 因為還是有人力的限制 所以我不敢跟委員打包票說 我們一定都做得很確實 好 那我現在要問的是 其實各方都有在做管理 但是其實五月中旬的時候 我們很遺憾南投 這是佐水溪上游 又發生了這個爐渣的一個清道 上千噸的一個數量 那這個清道 據這個報導它是寫說 它是已經過合法程序處理過的一個工程的原料 也說是說它是經濟部 這邊它是可以再利用的 好 那這個可以再利用的也到 好 那不能再利用的廢棄物也到 好 那我想要問一下 既然它是可以再利用的 為什麼這一些上千噸的這個數量 經濟部這邊沒有掌握 而會去清道在這個佐水溪的上游 來 經濟部 這個數量是怎麼樣 沒有勾計到 跟委員報告我們每個月 每個月要求這個再利用的業者 他必須要上環保署 他有一個這個再利用的這個 專門的這個網頁去申報 申報目前他現在再利用的 一個數量 也就是說這個部分 我們跟環保署這邊是 數字都會保持一致 由業者所申報的數量 然後來做互相的勾計 那我們這個再利用辦法修正 就是這次我們 預告草案的修正裡面 我們進一步的要求 進一步的要求 他要有這個煉鋼廠 就產原單位 他從頭到尾 要有一個完整的處置報告 所以我想按照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們覺得說 希望說未來不會再發生 類似的這個狀況 我們大家都不希望 再發生一樣的狀況 因為其實它的數量並不少 它有上千噸 這麼多 但是經濟部竟然沒有掌控到 既然它是合法的 可以再利用的工程原料的話 那基本上應該經濟部這邊應該要有很清楚的這個數字 可以去掌握 但是很一看竟然就是還是發生這樣的事情 而且在不久之前 那所以其實我認為說 其實這個廢棄物跟這個爐渣 其實之前一直在提的是說 它到底有沒有這個價值 但是既然目前還是希望它是成為這個再利用的資源 那我也要請就是經濟部這邊要加強去做管理 不要再就是這麼容易的去發生這個就是到處清道的一個問題 好 以上 好 謝謝 下一位 我們請吳困育委員 好 主席早 那其實很多問題是要問工業局局長 但是他沒有來就覺得有點可惜 他記者會完就會來 好 那我們就請那個環保署會館處吳處長 還有工業局副局長 好 謝謝 來請最專業的吳處長 還有我們的副局長 他真的很專業 對 因為他也是發工的 在做過台北市的環保局長 所以很專業 處長 我們這裡認識 我也記得在5月20以前 我有一個提案說請你檢討我們 我們到底在本舍 工業廢棄或是家庭廢棄 調查一下看說可以檢討 分化爐少燒這個工業廢棄 結果都沒有消失 你也要做讓我們一點點回覆一下 因為我們都已經有提案了 你都不要插完 怪怪的 我想現在